继上海北京之后 山西也将于6月1日起推行垃圾分类 中国向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又迈进一步 然而在垃圾分类推行过程中 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问题 全国两会期间 来自各地的代表委员 就其中的难念痛点建言献策 目前各地的垃圾分类标准各有不同 上海将生活垃圾分为干垃圾 湿垃圾 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 分别对应黑色 灰色 红色 和蓝色的垃圾桶 北京分为厨余垃圾 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分别对应绿色 蓝色 红色 和灰色的垃圾桶 不同的名称 不同的标识 每换一个城市 人们就要重新面对 你是什么垃圾的灵魂拷问 全国人大代表朱桂彦建议 全国要统一垃圾分类标准 统一标识 让人们认得清 分得明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明显的标志 标识就是什么垃圾 什么垃圾 可以用图像 可以就是画上图 这个垃圾放到这个箱里 这个垃圾放到这个箱里 什么可回收的 有害的 或者是不可回收的 就是这样有明显的标识 要统一下 不要就是各个城市 都有各个城市的 垃圾分类是一个 从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 到分类运输 分类处置的 全过程管理链条 全国人大代表杨小雪建议 应尽快出台垃圾分类的基本法 明确各环节责任主体的责任和义务 当靠引导 当靠正面的这个宣传 可能是 这个工作的推进 可能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 国家应该是从法律层面 进行一些 制度规章的这些制定 然后把人们的这个行为 强制起来 然后让他行为 人们的一种行为的自觉 或者是行为的习惯 在分类投放环节 杨小雪建议 可以参照交管部门 对不文明交通行为的整治方式 对垃圾分类的不文明行为 进行公示 那么我们可以 把它像那个 法院的那个老赖一样 进行一个公示 把它这个 不文明的行为 进行一个公示 现在呢 好多地方 好像他那个 不按 不按红绿灯 出行 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 不文明的行为 有的地方都是进行一个公示 然后呢 大家都还是 很受教育 然后呢 就很容易改 就不文明的交通习惯 那个整治里边 我觉得可以借鉴 在居民做好垃圾分类投放后 有的地方 在垃圾转运过程中 出现前分后混 混装混运的问题 对此 全国政协委员陈黎向指出 除了做好监管 可以分团队 协作收集 处理生活垃圾 就说我们在垃圾的回收 过程中间 是不是可以把它组成 几个 几个什么公司 或者团队 就分 9点钟 我去搜这个 参与垃圾 10点钟 去收集这个 什么 可回收的垃圾 那么到11点 我收一些 那个 有害的垃圾 这样的 非成几个 团组 去搜集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做的就非常到位 垃圾分类的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 也增加了 环卫工人的工作量 竹葛燕建议 各地可参照实际需求 增加环卫人员编制 加大设备投入 增加人员 设备 就是 这些 后续的这些条件 都是必须的 那你觉得 你那个垃圾已经分类了 比方说 你再找是一趟 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那你现在分四种 分五种 那你就再分 五趟去处理 那这个 就是人员呢 还有各方面都得增加的 朱伟燕表示 垃圾分类在全国普及 还需要一定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 国家应该用强制的手段 坚持下去 让垃圾分类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才能更好的保护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